这个乔吉拉德在世界上是非常伟大的销售员 过去的生活是一直颠沛流离 几乎每过几个月就要搬一次家换一次工作 他总觉得自己之前所住的村镇和社区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比如邻居的品德低下 冷漠无情 作恶之人太多 要么就是公司里相互 你挤我 我挤你小人太多 让他无法施展才华 他和往常一样有一天乔吉拉德又奔走在搬家的路上 然后将自己破旧不堪的二手车停在了美国五号公路上 一个加油站上 加油 期间乔吉拉德就问一个年长的工作人员 他说 老先生 你能告诉我 附近哪一个村或者镇或者社区居民呢 他们的德性会好一点 就是他们的道德品质好一点 或者都是善良没有恶人的 我好住到那里去 老先生慢悠悠地放下了自己手中的加油枪 然后对着乔吉拉德说 我在这工作十五年了 几乎每天都有搬家的人经过我这里 他们有的朝西 有的向东 其实啊 美国所有的村镇和社区里的人都是一样的 都有恶人 还有善人 上天不会把所有的恶人都放在一个村镇里的 也不会把所有的善良的人都会放在另一个村子里的 老先生的这会话 让乔吉拉德顿时有了醍醐灌顶的感觉 他告别老人家之后 他立即决定在离公路最近的一个小镇上安下了家 然后迅速地找到了一个小的汽车销售公司 那年他35岁 他在自带的一个小办公室前 开始干起了汽车销售工作 他开始学着不抱怨 自己年龄大 学识低 他不抱怨汽车销售公司的条件差 老板的冷漠 年轻同事瞧不起和客户的种种刁难拒绝 不久靠着这种不抱怨的精神和坚持力 乔吉拉德卖出了自己有生以来第一辆车 并且从此越卖越好之后 更奇迹般的永登世界的吉尼斯记录大全 世界销售第一宝座 他连续十二年平均每天卖六辆车 这个销售记录至今无人打破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做人必须要改变心态 培养与人相容的心智 就是心里的智慧 你们去看和别人打交道 别人喜欢听什么 你说什么就叫心智 比方说你讲的话他不愿意听了 你可以从他的脸部表情 你可以看出来的 你跟他讲 讲了很开心的时候 他如何这样 或者他觉得很不耐烦 他就是不要听了 你赶快要换话题 或者不要讲了 而现在有的人只管自己讲 根本不管别人要听不要听 你就是表情再难看 他照样讲 你跟他说 好了好了换个话题 不要再讲了好了 你等我这段讲完 我再换话题 所以一个人把心态转变了 所有的地方 都是他工作和生活的天堂 人的高低贵贱 实际上都是自己选择的 你尊重别人的话 别人会尊重你 别人就把你看成高贵 你整天的跟别人过不去 天天的骂别人 你天天的去 complain 中文叫抱怨别人 对不对 那你就是选择了 让别人看不起你 所以父母选择了错误 连生出的孩子都会受到牵连 这里有一个小笑话说的 痴雄大盗 大家知道什么叫痴雄大盗吗 有人知道吗 知道啊 讲讲看啊 对了 男人是熊的 是一个偷东西的人 吃的是个老婆 所以叫痴雄大盗 两个人都是大盗贼 生了一个儿子 周岁的时候 他们让儿子抓痘 抓痘 预测他将来的职业 他比方说拿了什么东西 说明这孩子以后 大起来喜欢什么 没不料 儿子对他们准备的东西 没有一样东西看得上 只是紧紧的抓着他妈妈不放 妈妈高兴的说 哎呀太好了 果然是亲生的玩儿呀 这么黏着妈妈呀 真怪一旁的爸爸 却冷着脸说的 哎别忘了 咱们是贼呀 抓你就是抓贼呀 这小子将来想当警察呀